我住过了15分钟后 便忍不住道 我们究竟到什么地方去 汉克冷冷地道 到人类科学的最尖端去 他一讲完便冷笑了几声 道 愚人以为人类的科学 近20年来 在陆地上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却不料所有的尖端科学 全在海底 我听了汉克的话后 心中不禁暗暗吃惊 确切地说 我是了解到他话中的意思 但是却又无法相信 因为那支应该是 科学幻想小说中的话 时事无法和现实生活连接起来的 汉克的眼中 又生出了异样的光彩 道 那一切 全是德国科学家的心血结迹 他本来可能还要吹嘘下去 但在那瞬间 他一定想到了刚才所碰的钉子 所以才立即住口不远 我从汉克的话中 听出他心中有着十分抑郁不平之楷 我试探着道 但是 德国科学家的心血结晶 却并不是操纵在德国人手中 是不是 我的话才一出口 汉克的双手 便紧紧地捏成了拳头 直到指头发白 他几乎是在嚷叫 道 一定会的 一定会由德国人来掌管的 我笑道 照我看来 你倒是一个合适的人才 汉克在才一听得我这句话的时候 眼中光彩闪耀 十分兴奋 但是转眼间 他面上却又现出了十分恐怖的神色 苍白之急 他虽然一生未出 但是他面上的神情 毫无疑问地告诉我 我的话 已说中了他心坎 他心中的确有这样的企图 但是他却立即又感到了害怕 因为他这时 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 并不是太高 他若不是因为绑到了我的话 甚至卑微到连带我去见张小龙的资格都不够 他心中的秘密企图 如果被上司发觉了 自然只有死无生 所以他十分害怕 我从他面色变化上 看穿了他的心情之后 心中不禁十分高兴 因为汉克这个人 城市或许不足 败事倒是有余的 我不必利用他去城市 我只需要利用他去败事 便大有可图了 所以 我当时若无其事地道 德国人的确有许多值得人钦佩的地方 最特出的 便是德国人有一种坚强的性格 不以目前的悲下为耻 而势必达到自己的理想 希特勒如果没有这种性格的话 他也不会从一个游七将而成为纳粹的领袖了 我一面说 汉克不由自主地大点起头 我心中暗暗好笑 这个头脑简单的日耳曼人 这是一定飘飘然地 以为他自己当真了不起 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